在讀的時候 我好像就摸到了 好像看到了 好像體會到 他內心裡蘊藏的那種大愛 深深地感動我 我們蔡千惠這個人 他弄陷的這種奉獻精神所感動 從那一手開始 隨著兩岸的文學的交流 越來越深入 我們的友誼 也越來越深 以至於我們今天 都成了職己 曾經曾經說過 他的立法和我和曾 曾卓瑞 我們真是職己 人生得以自己足以 我為我們認識曾經 能夠有機會向他學習 而感到幸福 而感到驕傲 底下 我就想談一談 他的身體的狀況 向大家做一個簡短的報 然後 2006年的9月26號 突然 他 腦醫學 當時來說很嚴重 應該說是很嚴重 我記得 我記得他的命長的時候 他不僅不認識我 而且也不認識我 當時 對伊娜還是不認識我 經過專家族的搶救 而且經過我們的專家族 多次的會贈 最後呢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是趙教授的細節嗎 趙教授 不知道給大家說的是什麼 首先是他意識非常清楚 我為什麼說他意識非常清楚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交談的時候 比如說 拿一個照片啊 工的工程